马海杰,25岁,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硕士 大家好,我叫马海杰,今年25岁,来自河北 我的本科跟硕士都毕业于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国际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今天来到菲尼默熟的舞台,想寻求一个管理培训生的工作,以及公关有关的工作 那如果各位老师认为我的经历跟性格更适合做其他的工作,我也会慎重考虑,谢谢大家 小高老师好 欢迎海杰,海杰是在澳洲待了四年时间 四年,不是本科硕士吗 对,我是这样,当时是在那边先去读语言,15周的语言 读完了之后应该跟普通人一样,直接进大一 那当时我们学校跟一个昆士兰信息技术学院有一个衔接课程 意思就是说别人放假的时候你也去读书 如果半年之内你把大一一年的课程全部通过 那直接可以进大学读大二 那我就节省了半年的时间,所以我就去了 而就会顺利通过了,所以直接去大学读的大二 那两年之后本科毕业了,读了一年的研究生 在澳洲的这段时间有工作经历吗 有过各种打工的经历 比如 比如在这个餐厅做过服务生 卖过奶茶 去这个服装店做过Sales 那么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做的夜游的导游 夜游 对,因为这个您比如说出国 它有白天的白游和夜游 我是做这个 哦,还这么分啊 对,夜游行人就仨项目 第一项目是乘搭游艇在这个内海湾 40分钟的旅游艇成达,第二个项目就是去这个澳洲当地人家做参观 第三个项目就是去餐厅有宵夜 今天来找工作你要奔着旅游企业吗 我们今天有 哦,旅游企业 凤凰国旅 有 您好 嗯,这样直说吧 跟您说我有两个企业非常想去的 一个是 伊利诺伊 还有一个是 华谊传媒 嗯,为什么 因为这两个也是哪都不爱哪儿嘛 嗯 为什么 嗯,首先呢 我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希望丢掉 嗯 那所以这个伊利诺伊应该有这个海外这一片 因为之前我也看过节目 嗯,那么这个公关是我一直非常想做的 嗯,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跟经历 比如与人沟通的能力 像带团遇到很多的这个状况 我可以根据这个自己沟通的能力去解决 嗯 嗯,海杰 哎 哎,我觉得很奇怪啊 你比如说你学了这么多年的国际旅游和酒店管理 像我们接而来呢一个 跟你 跟你的专业完全对抗的 立心的对抗和他是完全对抗 你为什么不考虑他呢 他也是高端特 我当然会考虑 当然会考虑 像旅游夜酒店也当然会考虑 所以说你就第一选择是符合你专业的 第二选择他是公关 对 所以我得问一下 就是这个黄金海岸的义游导游啊 我知道的就是应该是像你说的去带客人去这个晚上去参观那个豪华游轮 嗯,出海 嗯,这个项目是个自费项目 对,是自费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回来之后客人呢毁于参半 有的说特别好,有的说特别不好 但是我问过不好的客人 不好的客人都说导游讲的不好 嗯,所以我想听听你用你的生情并茂的来稍微的讲几句你的这个项目好吗 好,那您现在看的是这个您来的黄金海岸 嗯,您不知道别的地方都没关系 那这个地方您一定得知道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黄金海的地标性建筑 这个叫什么呢 您看到这个建筑呢 名字叫做Q1 Q呢就是昆士兰简称第一个大写字母 1呢就是No.1低高的意思 姑娘,姑娘,姑娘 它为什么那么高呢 这个,为什么那么高啊 诶,客人什么问题都有个问题啊 是,是,是的 姑娘,姑娘,为什么它那么高呢 这个 当初为什么那么高呢,给它弄呢 因为呢,我们这黄金海岸 它有非常这个美丽的海岸线 那建一个高层呢,可以 鸟看整个城市 诶,姑娘,三亚为什么不能够那么高的呢 三亚呀 那还是跟人家城市规划有关系吧 那姑娘,你要是这么回答 我就不参加你后两项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讲的不好 大概啊,感觉啊 到了大家选择的时候了 第一轮选 好,不错啊 没有人离开 放心点了吧 轻松一些 自己的真实状态 好不好 来听听杜老师给的建议 好 那马海杰 你的表达能力 应该说相当强 相当强 特别弄聊天 表达清晰 有条理 也自信 然后反应也快 但是你的沟通能力并不强 表达和沟通还不完全是一回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你还是过于销售导向 你在语言上能很好地表达对别人的尊重 但是行为上没有做到 为什么呢 你并没有真正关心过 你想要改变和说服的那个人 他到底是什么状态 你在整个这个沟通的过程中 都没有这个环节 所以这其实也是做公关的大计 你要想这点上后面要多注意 好的 谢谢杜老师 这是我们常说的 能聊和会聊是两回事 能聊的人一宿不停都可以 但是会聊的是什么 你听着他聊 呱呱就想和他聊起来 海杰有这些问题 来吧 天生我有 继续提问 谁 那个小马 我想问一下 你带过一个非常难带的极品团 大概是什么样的呀 是不是个个都像绍刚这样的 这个是 你说实话没事 这个是呢 就是带团分两种 就是好带跟不好带 那极品团就是这个三个小时之内 是连续非常难处理的情况都会出现 我来在这一块再破猜一下 这个因为在我的眼里 没有极品的团体 只有极品的四国 那你要去仔细分析一下 这个极品团的构成 以及它构成的环境 你认为最重要的 和本质原因在什么地方 是团出问题 还是你们的服务出问题 还是中间的其他客观环境 对 他呢是这个白天导游 因为我就跟您直说 因为白天导游它推项目 因为它是自费项目 当然越去的人越多越好 那就霍根是由导游 白天导游 因为白天导游 没跟他说清楚 说我的领队跟白天导游 都不跟团 只是业有导游去带 所以他们一上车以后 就会觉得 我的导游呢 那你不是说 就把我卖给你了 这种 但你发现这个苗头的时候 作为一个优秀的公关人 在这里最应该做的事是什么 是安抚他们的 你怎么安抚 对 你如何安抚的 这点我是选 因为极品团的构成 肯定是由你们几个导游 一连串的事故 说集结成的一个事件的链条 那么你应该在哪个环境 把它切断 到后面就把极品团 改成最优良的一个团体 这是你的 作为公关数字的人 应该具备的一个天然的 我就是跟他们沟通 一共18个人都吵着要退团 那我经过我的沟通 12个人决定继续形成 但是有6个人就还是 一细节可以讲一下 那我就跟 因为他们就是说 那不是就卖给你了吗 你就把这个环节讲清楚就好 来 他会说 那我们这导游 不是就卖给你了吗 当时我就跟他说 那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夜游都是这样 白天有白天导游 我们晚上有晚上导游 我也很好 那这同时我在介绍我自己 那我是当地的这个留学生 让他呢 有一种感觉 我跟他白游 是不是一伙的这种关系 那让他呢 卸下这心房 不是一伙的 对 我其实 就是从一个团伙 流落到了另外一个团伙的手里 这里面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出在不是你 你可能定一位是最好的环节 恰恰是最差的环节 你做玻璃 做切割 这是对一个 40岁以上的成年人 对你是减分的 公关的第一个是抢时间 当你发现危机苗头的时候 抢时间 第二个是给态度 而你这个给态度 恰恰给错了 一定要捆在一起给代替白天的人道歉 承认错误 第三个就要给改个措施 第四个是给服务 最后一个给答案 刚才那个子剑说到的这个第二个环节特别重要 对 就你不能把自己给摘干净 那你你知道我要是那个团里面的人 我真的心里面 我刚才说那句话不开玩笑 我好容易会收一团伙 是吧 晚上又来一团伙 你们这还不是一团伙的 明天还不知道又来什么团伙 对 明天又来什么团伙 把我们一波一波给养一样卖 其实在切割的时候 他最大的错误叫推卸 是的是的是的 来 12位做判断 如果灯人亮着 主动权到了马海杰的手里 12位选择 进波离开 小庄离开 立新离开 沐妍离开 好不错 还是有八位留了下来 我们先听一听各位给的职位 来 华语传媒子见 虽然你在公关这一块的知识能力很弱 但是我觉得兴趣是大于能力的 你只要在这方面有兴趣 回去赶快找资料去加功夫 我给你一个公关专业的实习岗位 来 Lina 一孩租车 我觉得可以从资讯开始 因为你很有服务的这种意识 对 好的 来 向荣 因为你是从澳大利亚回来的 我们实际上将来会针对外国人在华的法力服务 我们有这么一个市场部 我们希望就是这样的跟你的专业相结合 来 伊利诺伊 我就给海杰的职位就是VIP高端客户的管理 其实说就高端客户的管理 来文君来自聚焦摄影 我给海杰提供的是渠道开发专员 渠道开发 来我们来听一下刘峰 客户服务开始做起 所以你们给的职位 那么我这一刻的话给的是那个授钱 品牌客户授钱服务 来 星泽 海杰我给你的职位是艺人的助理商务经纪 帮助艺人经营一些业务 还有承接一些活动 来 一搜 你还是蛮适合做一个公关专员职位的 我给你的是公关专员职位 就是要扩张我们遗色的品牌影响力 给我们争取最多的用户 八家 听一下杜老师的建议 老师不要赤裸裸 有个思考方向就好了 对 因为确实是选择很多 可能也会比较困扰 我觉得还是要考虑一点 你未来的发展 因为你现在已经在一个 也比较好的一个学历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你还是更有潜力 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销售人员 所以应该更多关注 尤其是售钱的部分 因为售后可能你的优势 其实更多会在售钱这部分 公关呢 你肯定能做 公关其实是营销的一部分 它对人的其他的综合的背景 包括因为你很多 又很多年在海外 需要一点对整个回到这边的市场 和社会的 重新适应的过程 所以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开始 好的 好 谢谢 思考一下海杰 没有人再给你任何的建议 走上前去 灭掉其中的六盏灯 哇 谢谢您 妮娜再见 向荣再见 谢谢您 杨基督再见 王熙再见 再见 太心再见 刘峰再见 留下来的二位不是好消息 你们俩注意 这孩子可宁 说了这么半天 怎么来的怎么走的 来的时候就想着这两家 最后留的还是这两家 宁 谈钱不上感情 那杜总您这边的薪资 几千四千吧 那您这样包住吗 包住 好嘞 我还是给海杰稍微好一点的待遇 因为我确实觉得他挺可爱的 我给你五千包住 然后加奖金 好吗 来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华裔传媒 还是伊丽诺伊 还是跟二位说谢谢 再见 思考一下 告诉我们 你的选择是华裔传媒 还是伊丽诺伊 还是跟二位说谢谢 再见 我选择是华裔传媒 我选择一厘抹一 因为成功的女士将获得单级第三天 我选择是华裔传媒